望线现代剧,许你两世情深,第七集,蓝望鸡魏英,你喜欢。 魏无线当然呀,你笑起来多好看啊,你一笑肯定很招小姑娘喜欢。 蓝望鸡只想笑给你看。 魏无线一看,这人好像一下子有些不高兴了,还有点奇怪,刚刚不是挺高兴的吗? 也没多想,就顺着面前人的话好,以后只笑给我看。 车子开到魏无线家,魏妈妈听到声音,从客厅起身往外走,阿英回来了,阿湛也来了,快进来吧。 魏无线妈,我们回来了,西晨哥这些天没空,他们家庸人也不在,蓝湛会在我们家住几天。 魏妈妈好,欢迎之至,旺鸡这些天在家里就不要拘着自己,就跟自己家一样哈。 阿英,你也是,旺鸡要来家里住就应该早些说,我这房间都还没给他收拾呢。 魏无线没事,妈,蓝湛可以睡我房间呀,我床那么大,再来一个蓝湛都没问题。 蓝旺鸡听了红了耳朵阿姨,这几天打扰了,魏妈妈旺鸡可别这么说,阿姨还希望你常住呢, 你比阿英可懂事多了,那崽子一天天不着家,你来了这些天肯定每天都回来,我还得谢谢你呢。 走,进屋说吧,别在外面了,你这刚出院应该多休息。 还有,旺鸡,以后要不就不要开车了,以后有事情就让阿英接你。 蓝旺鸡恩,谢谢阿姨。 就这样,蓝旺鸡住进了魏无线家,只是睡在了魏无线房间旁边的客房。 这天,魏无线还没起,蓝旺鸡掀起了,在房间洗漱好以后就下了楼, 看见魏妈妈在厨房里做早饭,就走了进去,阿姨好,阿姨在做早饭吗? 能否叫叫旺鸡?魏妈妈旺鸡要学做饭吗? 还是旺鸡好,你看阿英那小子,这个点还不起。 话刚说完,魏无线打着哈欠到了厨房门口,刚好听到魏妈妈说话。 魏无线妈,你又在和蓝旺讲我坏话,破坏我形象,我早起了。 魏妈妈,好意思说,你自己看看,几点了? 快八点了都,你才起,旺鸡早起了,旺鸡还说要跟我学做饭,你看看你,一天天就知道吃,旺鸡,来,阿姨教你, 学会了以后可以做给女朋友吃。 蓝旺鸡红了耳朵,看了看魏无线,不自然地说阿姨,没有女朋友。 魏妈妈还在说,魏无线没有了心思听下去,转身出了厨房去餐厅等着。 魏无线听到蓝旺鸡要学做饭,以后做给女朋友吃的听得莫名心梗, 然后本来因为开心,蓝旺鸡也在自家吃早饭的心情,吃得有些心不在焉,扒拉了几口,就不想吃了。 自从上次魏妈妈说的那句以后,蓝旺鸡学会做饭给女朋友吃后,魏无线这些天,就有一无意地想起这句话, 魏无线心想我和蓝旺从小一起长大,自己都还没吃过蓝旺做的菜呢,为什么要先做给别人吃? 不行,女朋友也不行然而,魏无线也觉得奇怪, 自己为什么要去介意这件事情?魏无线这人吧,不知道该说是优点还是缺点,那就是心大,想不通的事情他懒得去纠结,过不了几天他就忘记了。 这些天魏无线有些忙,工作室接了一个大单,客户又急,就每天下班都很晚,这天魏无线下班晚,晚饭在公司随便对付了几口,下班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了,到家已经是十点, 魏无线回家,让老妈煮个夜宵,到家的时候蓝旺鸡还没睡,好像是在客厅等着魏无线下班,魏无线一开门,就看见了在客厅等着的那人,很是高兴蓝战,我回来了,这几天忙,等过几天,魏哥哥忙好了,陪你出去玩呀。 蓝旺鸡听那人打去自己不知羞,吃晚饭了吗?有没有饿?给你留了饭,我给你热热,你去洗个手,过来吃饭,魏无线好呀,谢谢二哥哥,我晚饭没吃饱,蓝旺鸡听那人又叫自己二哥哥,停了一下随机反应过来,去了厨房,给那人热饭菜去了。 这边魏无线洗了手,去了厨房,蓝战,今天我妈做了什么好吃的,你特意给我留的吗?蓝旺鸡就平时吃的那些,我怕你晚回来会想要吃夜宵,就给你留了些,快好了,你去餐厅等着吧。 魏无线好,谢谢蓝二哥哥了。 蓝旺鸡之前跟魏妈妈学了一道菜,小炒牛肉,这道菜很辣,魏妈妈平时做也放了很多辣椒, 说魏无线特别爱吃,因为很辣,然后蓝旺鸡第一次就学了这道菜,蓝旺鸡学得很仔细,每个步骤都仔细地看着,这个步骤放什么,那个步骤放什么,都一一记在心里,想着有机会一定要做给魏无线吃。 这不今天机会来了,蓝旺鸡就想着今天一定要做给魏无线吃。 菜端上桌魏无线就迫不及待地动了筷子,一看小炒牛肉色泽鲜艳,看着就很好吃,就先夹了牛肉往嘴巴里送,魏无线嚼了一下,眉头皱了一下痕。 这味道,蓝旺鸡一直注意着对面那人的表情,见那人皱眉,立马问魏英,怎么了? 不好吃吗? 魏无线额,没有,没有。 挺好吃的,就觉得还不够辣,今天为夫人做菜有失水准哦。 蓝湛,你陪我再吃点。 虽是问那人,却是肯定句。 蓝旺鸡本想说不想用,他没有吃夜宵的习惯,但是又想和魏英一起吃饭,就起身去厨房拿了碗筷。 蓝旺鸡加了小炒牛肉,尝了尝胺,确实不够辣。 两人吃好饭,魏无线主动去洗了碗,收拾好厨房后,两人各自回房洗漱睡觉。 第二天,魏无线又是一大早就出门,出门时,蓝旺鸡也在楼下了,蓝旺鸡看着那人出门上班,魏无线临出门时,给魏妈妈说晚上会回家吃饭,转头又对蓝旺鸡说拦战,如果今天不出意外的话,明天我可以不加班了,明天我们出去玩呀,等我,我先走了。 蓝旺鸡还没回答,那人已经出门了,只能在心里说好。 晚上魏无线紧赶慢赶在晚饭前到了家,魏无线已经加班一礼拜了,这些天一直又比前几天忙,都没在家好好吃顿晚饭,就是想今天一定要做完,然后好好陪蓝旺鸡出去玩一下。 今天工作忙完,差点又被甲方爸爸拦住了,魏无线好说歹说,才推脱饭局。 趁着魏无线回家前,蓝旺鸡先做了小炒牛肉,昨天那人说不够辣,蓝旺鸡今天特意又放得多了些,想来今天应该差不多了。 吃饭时,魏无线觉得今天的小炒牛肉和昨天的似乎又不一样了,吞下嘴里的饭菜后问了魏妈妈妈,今天的小炒牛肉比昨天的更好吃了,昨天的有些淡。 蓝旺鸡听到那人这么说,耳朵悄悄地红了,继续低头吃饭。